朋友 可曾听闻过S18狂暴后裔的故事 虽然那也是过去 但这个赛季 射手得到了加强 那么今天 狂暴后裔和他的弱化裁判机将抽出江湖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玩法到底还行不行 排位赛 启动 这个玩法呢 其实非常容易被克制 来一个女部跟张飞强开 基本上就没了 要是再加个女娲 这个后裔真的根本没法活 哎呀 没关系的 对线 都可以对线 打 都可以打 玩后裔呢 一级学二 不要学一 点击人的话 主一敷二 如果一级学一了的话 你这个强弱普攻是打不能的 直接跟那个黄洞对点 咱们有空冒 不用怕的 他要硬打 咱们可以开空冒 他不打的话 咱们可以二级人消耗 西施上来了 拉到了黄中 咱们再上去点 A两下开一级人 它们狂暴被推开了 不过问题不大 反正狂暴已经点了 能消耗一点是一点不能亏 咱们中单呢 这一把玩的是公主人西施 也是圣青 妖青 我来吃这个都线的 我绝对没有强迫他 而且咱们作为大和 稍微吃一下两都线 也是合情合理的 哼 对面打野想埋伏我 抱歉 我们有打野 哎 你们打成够时了吧 胡切三位 呃 别打了 文姬 救救我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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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打 为什么不打 来打呀 这不给我松头嘛 养猪都没怎么养的呀 大顺风开局 有狂暴有队友 就在一个黄中跟张飞 我感觉不给我打的呀 开启狂暴 站在黄中大门里面打 啊 这就交散了吗 我甚至还没摸到黄中了 这个脆皮张飞有点猖狂 咱们先给他打一顿 这没扛几下就不行了呀 这张飞真的是训练 韩星跟黄中队友有想法 打死我丝毫不慌女娅了 小走呗 多大声 哼 细节 上一塔拔掉了 来推下下塔 没有狂暴 女不跟女娅又在守塔 韩星也了 不过不用慌咱们有蔡文鸡 一样死不了 好 西施又来了 韩星咱们大招运一手 呃 怎么是辅助的人头 优势越大就得打得越凶 对面野区支援了就得抢 打出气势了 西施拉谁咱们就打谁 残血黄中 其中受了 这小飞飞想逃 但是逃不掉 诶 怎么我这把主刀是二技能 不过优势这么大 就算煮饭咱们也赢了呀 这优势这么大 我高低的整个射手开团 容易点大招起飞 好 他们开大了 咱们开丢吧 但前提得是我没有狂暴 也没有辅助蔡文鸡 狂暴一点 蔡文鸡开大 咱们直接反打 虽然有点被克制 不过不用慌 二技能消耗 师马一上了 咱们也上 这就没什么操作成本 站着平野就行 击杀掉黄中 这个张飞又想跑了 但他又没有跑掉 这韩星跳转 想要收割 然后大招挑飞 呃 没什么用 这花里护哨的 你没有经济 你能干什么呢 不过说实际上说 对面还是有伤害的 这一波团战下来 我也直接大残了 这大顺风都打得这么艰难 这要是逆风了 真的 我都不敢想 我估计对面张飞都可以把我天丁盖给拧开 打野不开龙 咱来帮他一把 对面韩星在带线 我的天呐 太上皇了 大招飞手 这一波 中 哼 轻松哪里 哦对了 刚做的这个新装备 我是用他带起闪线的 只要敌人靠近 咱们就使用他打一个后侧步 所以勉勉强强 他也算半个闪线 但是不能穿墙 下路兵线到了 来拔一波高地 但突然这个时候 对面韩星出现了 过来直接闪了个大 我的天呐 他一直这么勇的吗 张飞没大 所以我没危险 甚至追他 嗯 这个印记 对面出自裁了 嗯 完了 记 女王还把路给我堵住了 被敌人堵死在高地这种事情 不要啊 哎嘿 我还换了一个 对面中塔这么一丝血流着过年啊 上 给他拆了 围上建筑 兵线没了 没有关系 不就一个残解防御塔吗 没有兵线 我照样拆给你看 这游戏时间已经14分钟了 不能再拖了 再拖的话对我们没有好处 吧 算了 开通 女部挑战 不用话 咱们狂暴还没用 嗯 张飞这一吹 哇 顶级配合 这得出的方丈还想走 不现实啊 吸尸散当 拉到女部 两件直接带走 这打个团战 我都不屑于开狂暴 现在兵线没到 等一会兵线 这兵线到了 对面也快复活了 张飞显用命男兵线 但她是个脆皮啊 根本难不住 此前开了个干扰 想要硬手一波 黄中女娃复活 下部兵线被亲 不过我们终线又到了 那么现在 就看我们双方谁更快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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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